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习精神大麻失效 潮水退了 没有穿裤子的公司一家一家跑出来 央企城头爆雷 亏命国企违约 投资界震撼 中共新国9条 提党领导资本引网友嘲讽 习逆天涨高 网友比对马锡一二会 眼间发现这惊喜 中国3月禁出口大幅下降 出口转跌7.5%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美国时间4月13日星期六 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习精神大麻失效 潮水退了 没有穿裤子的公司一家一家跑出来 中共党魁习近平从去年底开始高唱的《风景这边独好》 不论是上个月会见美国企业高管 或是两天10号前的马锡二会 都大唱《中国经济光明论》 但是 最新数据显示 经济光明论只是习近平逃避现实 自我麻痹的精神大麻 评论员赵成在《人民报》撞文称 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3月禁出口均出现大幅下降 低于预期 这表明 中国的经济在年初 总体好过预期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遭遇挫折 中国第一季出口呈现衰退的主要贸易对象 包括欧盟 美国 日本 韩国 英国和澳洲 中共海关总署4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以美元计 3月禁出口总值508.1亿美元 同比降5.1% 其中 出口骤减7.5%至2796.8亿美元 创下去年8月以来最大跌幅 进口下降1.9%至2211.3亿美元 贸易顺差585.5亿美元 少于预期顺差691亿美元 出口方面 中国3月对各主要经济体的出口走势明显下降 不过 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情况 实际数据可能更糟糕 中共央行4月12号公布最新数据显示 一季度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2.93万亿元 较上年同期少1.61万亿元 3月单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较上年同期减少约5142亿元 一季度贷款增加9.46万亿元 此外 中国的广义货币M2突破300万亿 数财猫表示 M2都突破300万亿了 车 房子 股票都没有涨 钱都去哪了 那就要看另一个数据M1 即企业或居民立刻能用的钱 以活期或者现金的形式存在的钱 M2余额突破300万亿 但M1余额只有68.58万亿 存在银行的钱就达到146万亿 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11.24万亿元 说明大部分的钱都被存起来了 而不是拿来花 人民把钱存起来不消费 说明民众对政府和经济的未缺乏信心 存钱的行为很可能是为了以备不测 最近港股流行大跳水的现象 像中国天瑞水泥一天插水99% 财富一下蒸发光了 浩森金融科技一天跌90.9% 升能集团一天跌50% 潮水退了 没有穿裤子的公司一家一家跑出来 央企城投爆雷 昆明国企违约投资界震撼 昆明市国资委旗下的城投平台 去年曾传出爆雷的消息 随后官方紧急辟谣 本周五十二号 中国武矿集团旗下的信托机构发布公告 三个信托产品出现逾期对付 逾期产品涉及昆明市八家城投平台 其中五家为昆明国企 该消息犹如重磅炸弹 迅速引爆投资圈 四月十二号 针对部分正信类产品逾期 武矿信托控股股东武矿资本 发布提示公告进行回应 武矿资本是中国武矿集团旗下金控平台 武矿信托产品逾期母公司暴跌8% 武矿资本公告称 近日武矿信托受托管理的 恒信国薪636号 昆明基头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恒信国薪657号 银盛5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即武矿信托恒信国薪659号 信都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三个信托产品出现逾期兑付的情形 受此消息影响 今天武矿资本股价放量大跌 截止收盘 武矿资本股价跌幅达8.33% 据第一财经中国证券报的报道 上述三个产品都是正信类项目 融资方及担保方为云南省昆明市各类城投公司 合计金额接近6.5亿元 中共新国九条提党领导资本引网友嘲讽 中共新华社星期五4月12号下午3时发布消息称 中共国务院4月4号印发 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该意见共9个部分 因为2004年2014年也发过两个国九条 大陆媒体称为所谓资本市场新国九条 官方发布国九条时间 刚好在互生股市收市之际 在政策发布后 仍在交易的富时中国A50指数 当天收盘跌0.86% 新国九条在总体要求部分 首条要求是必须坚持和加强 中共对资本市场的领导 声称要践行金融为民 微博上有不少网友不看好新国九条 网民股市狼头哥说 股市要涨靠什么 不是靠嘴 而是靠资金推动 特特理财认为 国九条的内容并不新鲜 市场现在最缺的是 持续性不断地真金白银 增量资金不是政策 看大家的评论 市场期待的是关停做空工具 但一样也没提到和没收 网友热传三票先生的点评 强调坚持党的领导 把政治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这还能搞得好啊 强调规则和法制就可以了啊 扯上党就要烂尾了 强调加强监管 就是用权力整人寻租呗 从严从紧完善离职人员管理 这是第一次提到 看来很多离职的官员和高管要被查了 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现在强调党领导金融 是开倒车走回头路 这是为后续大规模倒退到计划经济做准备 习逆天涨高 网友比对马席一二会 眼前发现这近期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在网上能查到的身高资料是约180公分 不过近期有网友表示 该数据并不符合现况 更有眼镜网友比对两次马席会 发现在新加坡马席一会时两人评高 但在北京马席二会时 习近平就比马英九高出一大截 S账号强国荒诞字今日发文说 有较真的英国网友 曾用习近平与其他领导人合影 以及其他领导人与明星合影的图片 进行综合比对 最后得出结论 习近平身高只有178公分 强国荒诞字推论 依习近平的个性 一定会穿增高鞋 代表真实身高会更低 强国荒诞字指出 2015年11月7日 习近平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 与台湾时任总统马英九见面时 人民日报发布的照片清晰显示 习近平与马英九一样高 从发际、眼睛、嘴唇、下巴等位置 画水平线可清楚看出 而马英九多次体检的公开资料 显示身高是178公分 这代表8年前 62岁的习近平就算穿了那增高鞋 身高也只达到178公分 8年后 马英九到访北京 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见面 从央视报道的影片和照片可看出 习近平比马英九高出了一大截 大约高处有8到10公分 强国荒诞字指出 62岁的习近平身高不应逆生长 更不可能以平均每年1公分以上的速度往上生长 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 习近平为凸显他身为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又加高了那增高鞋 中国三月进出口大幅下降 出口转跌7.5% 中共海关总数4月12日公布的数据 远低于经济学家预测 以美元计 三月进出口总值508.1亿美元 同比降5.1% 其中出口骤减7.5%至2796.8亿美元 创下去年8月以来最大跌幅 进口下降1.9%至2211.3亿美元 其中对美出口由正转负 从增长5%转为下降15.92% 对欧盟出口降幅走过13.64个百分点至14.94% 对日本出口降幅收窄1.9个百分点至7.8% 贸易顺差585.5亿美元 少于预期顺差691亿美元 中共官方数据经常隐瞒不利情况 实际数据可能更糟糕 您的鼓励是我们前行的力量 万分感谢阿波罗网会员的 无私赞助和大家的支持 也请您订阅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您的点赞、转发和留言 会增强这个视频的传播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